第35题 持针的偏转情形如右图所示 则导线甲在持针上方 乙在持针下方的电流方向依序为何 假如我们没有办法 直接由我们的持针偏转方向 能够得到我们的电流流的方向的话 我们可以反过来做 反正图上的电流不是由南向北 就是由北向南 我们可以假设它是由南向北 或者由北向南 然后去比安培右手 看看我们比出来的持针偏转方向 跟它的图示 跟它的说法是不是一样 如果是一样就表示我们的假设正确 如果不一样就表示我们的假设错误 那么就是另外一个电流方向 那么对假而言 假设我假定 我们的电流是由北流向南方 我们的安培右手就这样子比 那比完之后 我们的四个手指头这个圈圈 绕到它的下面 那么我们做切线之后 就画一下持长方向是指向前方 也就是上面题目写的 第35题的这个方向 跟它所图示所画的持针偏转方向是相同的 也就是我的这个假设是正确的 假而电流是由北流向南方 那么换到乙的时候 有一个方法是不用再比了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持针 一个放在上方 一个放在下方 假如我们的电流方向一样的话 那么它的持针偏转方向就会相反 那么这个图示就是偏转方向相反 所以我们就知道假以两个电流的电流方向是一样的 那么假如果是由北向南 那乙也是由北向南 或者用我们刚才讲的方法 我假设一个来试看看 现在我假设 乙的电流方向是由南向北 我们比安培右手是像这样子比的 那么是个手指头的绕的持立线一圈圈 照它上面之后做切线 也是指向前方 就是上面写的题号第35题的这个方向 跟它所图示的偏转方向是不合的 所以就表示我的假设是错误 电流不是由南向北流 而是由北向南流 所以我们加以两个的电流方向 都是由北向南流 因此第35题问我们说 电流的流动方向依序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甲向南 乙向南 我们下转的电流方向依序为何